镜头来到花莲世代会议程现场 今天分别有市代表黄达翔 江如玲以及胡仁顺谢豪杰一世上台质询 也特别针对了包括事案问题 以及市区的道路品质 公共安全来进行检讨 另外在观光产业推广行销的部分 市代表也提出了逐多的建言 花莲市民代表会市政总质询议程来到第三天 首先由市民代表黄达翔进行质询 他针对花莲市的观光特色提出建言 并且希望施工所能够做好文化传承工作 也结合在地悬置空间打造一个旅游新热点 打向这一次针对我们花莲的观光 想说结合出花莲引出花莲的特色 那来推动我们花莲更多观光的景点 那例如我们的眷村文化 像大城文化 客家文化 原住民文化 是不是把这些点把它结成线 结成面 那成为一个花莲观光的旅游特色 那可以让它变成一个是一个长期性趣味性的 一个观光时段 让外地的观光客来花莲是有一些故事性趣味性 那针对我们明年政府要推动自行车节这个部分 其实政府也让我们花莲市许多的街道 有一些自行车的步道的安全性也提升了不少 所以对于自行车还有原住民这一部分 把它做一些连结 或许对花莲的观光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在面对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珠即将进口来台 市民代表姜如林则是针对食安问题进行质询 希望公所能够为民众做好把关 那因为它的成分是属于一个会造成人体的严重性的健康问题 那我想我针对的部分就是我们花莲市幼儿园 还有社区的阿公阿嬷 因为他们都是有共餐的 那尤其是幼儿园我们在他们健康方面 我们一定要着重的注意 所以我希望说幼儿园在这个部分能够很重视的去注意 这个莱克多巴胺的成分的猪肉能不能严格的把关 让花莲的幼儿朋友小朋友能够吃的健康吃的安心 那社区的福气站的阿公阿嬷也是一样 我希望说我们社会课这一个部分 课长能够到社区里面去做宣导 我也希望我们公所能够订定一个政策出来 一定要有一个标章出来 让所有市民知道说这个猪肉能买还是能吃 而从暑假开始 花莲市区出现大大小小工程 市民代表胡仁顺他也提出建言 希望市公所能够明定条例来确保民众的安全 我特别用乱乱乱三个字来送给我们公所团队 我想主要是在这一次的后疫情时代的来临 那对于我们花莲市的交通的乱象 以及重大工程的混乱以及 观光的乱象提出质疑 我想在后疫情时代公所团队是不是有做好超前部署的工作 我想在这一次尤其在今年我们在花莲市所辖管的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公所做好准备 我想我们花莲市作为首三之区观光的大县 那尤其是我们花莲市 那游客来到花莲必定会在花莲市里面 我们也希望游客带着快乐的心情到花莲市来旅游 那也平平安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最后是市民代表谢豪杰来进行质询 他针对老旧设施安全提出看法 也希望地方能够把政治摆一边 让市民扶植作为第一优先 政治的这一面先撇开 那应该先力取去帮花莲市民争取更多的福利扶植 而不是在政治的这个地方一直温存在那边 那我们要用更多的温度更多的包容 一起让大家让花莲更好 那我也相信在很多时候很多建设 比如我刚刚讲到的金华桥 在南方澳大桥的时候 它是同样的一个建设 那在这个建设情况下 县府应该予以大力的协助 而不是袖手旁观 那再来就是还有我刚刚讲到的 比如说七角川公园 其实实质上它非为花莲市工所 是花莲县政府的政策 但外面一直在蔓延 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政策 严重错误的措施 但是怪罪于花莲市公所团队 是花莲市公所团队一起背黑锅 到最后花莲市民代表会 所有的团队一起背黑锅 那我希望在这边也要澄清 这个是花莲县政府所做 非花莲市民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疑问 市公所相关科室主管都一一给予回复说明 并表示只要是公所管辖与能力范围 就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拒绝 卷实力群花莲市报道